台东陆夜近来绝办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涌入了不少游客 不过有远景今天下午开着警车 前往处理疏导交通时 却违规逆向超车 结果冲撞了路边民宅 就连耗质感都被撞飞 另外新北市领口下午也传出一起惊悚车祸 有轿车在路口回转 却和直行的重机骑士正面相撞 骑士连人带车当场摔飞 失去呼吸心跳 60岁的余欣妇人开着白色轿车 在车道上准备要回转 没想到下一秒一辆执行重机 疑似闪避不及直接撞上轿车 骑士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重机和汽车碰撞后 重机骑士直接喷飞 还差一点波及到路旁一边男子 警销货波道场发现摔飞的20多岁重机骑士 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详细车祸发生原因 现在远景还要继续厘清 发现骑士伤势严重 紧急送长庚医院抢救 镜头再转到台东 一辆警车从左侧出现 一路逆向行驶 到了路口时 警车为了闪避左转机车 就这样直直撞上一旁民宅 强大撞击力道 瞬间烟尘四散 连红绿灯都被撞断 事发在26号下午2点多 台东路野乡新丰台九线 当时林姓警员正要前往路野高台周边 进行交通疏导 驾驶巡逻车时 却发生自撞车祸 初步调查 证明远景在肇事前50公尺处 确实跨越双黄线 违规超车 分局也将依规定告发 追究肇事以及行政责任 接着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